第五章,大逆不道的折儿,哗啦啦,五条触手搅起汹涌的暗流和密集的水泡朝着荒的本体缠去,荒就像一条灵巧而风骚的鱼,斜游,侧躺,扭大粗腰,轻易地避开触手的缠绕和拍打,而整个过程中,他始终没有醒来,仿佛是水流在操纵着这具庞然大物,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躲避动作。 轰隆隆,海床剧烈震动,深渊里的东西似乎愤怒了,一条条斜易可怕的触手从漆黑的海渊里弹出,像怒放的触须,带起大量的沉烟般的软泥,张牙舞爪,似乎卷走经过深渊的一切生物。 这些触手表面遍布残缺不全的纹路,像是一幅完整的花被胡乱擦拭去一部分,巨大的吸盘上长着肉刺,微微如冻着。 看起来,似乎是一位不弱于你的存在,可惜灵运已经毁得差不多了。 坚证根据触手表面残缺不全的纹路,判断出深渊里怪物的位格。 不愧是天命师,大荒淡淡道,他一个漂亮的飘移,避开了迎面拍来的三根触手。 触手拍打在海床上,带来地震般的效果,软泥沉烟雾般的升腾,把原本清澈的海水化作滚滚着流。 世间任何力量,都有它独特的排列和组合,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纹路,阵法师的奥义,就是解读这些纹路。 左边左边,小心规避。 当把阴阳五行,地风水火了然于凶时,便能掌控掌控世间一切力量,又来了,快往右闪,往后闪。 坚证一边指导,一边说道,大荒加重语气,微怒道,我不是你弟子。 表达完情绪,他继续说,所以我始终认为,术士是所有体系中最特殊的。 四品阵法师,便能掌控世间绝大多数的力量,而像你这样的存在,可窥探天机,可观测命运。 然而,即使是古神和巫神这样的存在,前者有天古术,后者有卦术,也只能偶尔观测命运一角,可你区区一个天命师,做到了超品都做不到的事。 但如果术士是为了诞生守门人而存在的体系,那么一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。 他,终于有一条触手在同伴围追堵截的辅助中,成功抽打在阳神人面怪物的腹部,顿时抽得皮肉开裂,浸出大股大股的鲜血,把海水染成七燕的鲜红。 尖正嘖嘖两声,称赞道,厉害,这边的力量,怎么也有一瓶五副高阶层次。 荒尘声说道,怪力就是他的天赋神通之一,全盛时期,他的触手能轻易撕裂我的肉身,当然,肉身并非我擅长的领域。 远古时代,他和龙在深海中死战,掀起的海啸几乎淹没了半个九州大陆,正是这一战打破了神魔之间的平衡,拉开神魔终结的序幕。 这一战后,深海中便只剩一位霸主,可惜不是他,是龙。 尖正嘖一声,难怪我感应不到他的原神波动。 大荒黑道,触手死而不将,凝聚了他的意志,无尽岁月以来,一直留在这片战场上。 可怕的执念,尖正评价。 说着,荒兽即将穿越这片区域,触手的攻势愈发得疯狂,打得海床开裂,幸好这片地带没有海底火山,不然早就喷发了。 龙杀了他,但灵运受损,战力不复巅峰,因此后来被三眼巨人抽了龙巾,斩了龙头。 可惜了,他的灵运残缺不全,我无法吸收,也不知道这份力量将来会便宜谁。 荒是探道,不如这样,你助我吸收他的灵运,我答应为你做一件事。 如果能把触手残留的灵运吸收,他的肉身将触摸到超凡的层次。 坚政作为守门人,精通阵法和炼药,或许能抽取出触手内的灵运。 坚政不搭理他。 荒只能遗憾地前行,挨了三边后,彻底脱离这片战场,消失在无尽深海中。 南疆。 立谷布,砖瓦房里,丽娜穿着单薄的小衣,一条露大腿的小短裤,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熟睡。 突然,他被剧痛惊醒,睁眼,侧头,看见胖吞吞的小豆丁抱着他的胳膊肯。 斯丽娜疼得倒抽凉气,一巴掌把徒弟拍醒。 小豆丁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揉着眼眶,边咽口水,边说, 师父啊,我梦到了好吃的东西,可我不管怎么咬,就是咬不动。 说着,他皱起浅浅的眉毛,满脸苦恼。 丽娜面无表情地指着自己的胳膊,啊,师父被咬了。 许林音看见牙印,大吃一惊,夸张地叫起来,这是你咬的。 丽娜大声说,不是我。 许林音连忙否认,他不记得自己做过这种事,师父一定是想借机霸占他明天的肉。 就是你咬的。 不是我。 师徒俩吵了起来,相互施展音波弓, 直到许林音肚子咕噜一声。 丽娜美好气道,你吃的肉都快赶上我了,我都没饿,你凭什么饿? 在利谷部,食量既代表天赋,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修为。 当然,许林音这种整天漫山遍野乱跑,在几位长老怂恿下, 追着利谷部孩子狂奏的运动量,肯定会吃得比较多。 可在丽娜看来,还是有些不太寻常了。 我就是饿吗? 许林音委屈道,你是不是偷偷把肉给别人吃了? 丽娜猜测道,说完,她就否定了这个猜测,傻徒弟怎么可能和别人分享食物? 你把肉藏起来了? 丽娜心里一动,许林音是个会吞食物的, 她喜欢把鸡腿藏在布,穿在鞋子里,然后发现鸡腿变胃了,不想吃了, 但又不舍得丢弃,就试图把鸡腿喂给家人。 我没有。 许林音吃了一惊,满脸警惕,师父居然知道她的秘密行动, 师父越来越聪明了。 你藏东西干嘛? 丽娜美好气地说,放心,我才不吃呢。 南疆气候炎热,肉类不可能保存,多半已经臭了。 许林音顿时松口气,师父虽然经常和她抢吃的, 但师父说话还是算话的。 于是一本正经地宣布,我要留着给大哥吃。 你还挺惦记着许宁艳的吗? 丽娜就问,你藏了多少啊? 很多很多。 许林音张开双臂,笔划了一下,然后补充道, 但我不告诉你,师父们说我家那边没东西吃了, 天天有人饿死,大哥如果不能让大家吃饱, 大家就要和坏人一起打他。 我把吃的给他们,他们就不打我大哥了。 黑暗里,丽娜愣住了,她看着眼前七岁的孩子, 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 你是不是想家了呀? 好久之后,丽娜低声问道, 嗯, 许林音用力点头, 那过阵子,我们去中原吧。 丽娜说, 不行。 许林音的回答出乎她的预料。 为什么? 丽娜不解地问, 因为我还要和大虫子玩, 她说要教我打架。 许林音在床上打了个滚, 用很夸张的语气说, 她很厉害的, 我都打不过她。 你又说什么胡话? 哪来的大虫子? 丽娜茫然。 有的有的, 许林音打完滚, 坐起身, 小脸表情认真, 她说她叫古神。 丽娜瞬间头皮发麻, 汗毛一根根竖起。 用过晚膳后, 许奇安盘坐在屋内土纳, 搬运契机。 半个时辰后, 睁开眼, 结束土纳。 我可以一口抽干附近的灵力, 但除了滋养肉身之外, 灵力对我而言没什么用处, 而滋养肉身的效果也极为有限。 土纳对我来说, 已经没多大用处。 踏入一品境界后, 她终于迎来了瓶颈。 其他体系不说, 就五福体系, 真正的瓶颈, 其实是在突破品级的时候, 比如九品晋升八品时, 需要有人帮着开天门, 借饮天地凌厉入体, 产生契机。 八品到七品, 则需要爆肝, 好几天不睡觉。 越到高品, 跨越品级越困难, 最好的例子便是寇扬周。 可一旦顺利晋升, 从初七到大圆满, 其实是没有瓶颈的, 天赋好的会快一些, 天赋差的, 也就慢一些罢了。 按理说, 只要成功晋升一品, 那么她从初七到半部武神, 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。 但现在, 她遭遇到瓶颈了, 秀为迎来了一个组织不前的状态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, 一品武夫, 尽管凤毛麟角, 但把时间跨度提高到千年纪, 还是有几位的。 但半部武神, 纵观古今, 我知道的却只有神书一个。 难怪踏入一品后, 我隐约觉得到了极限, 到了巅峰, 这是踏入超凡后没有的体会。 从现在开始, 一品的每一个阶段, 都是一个瓶颈。 神书既然能晋升半部武神, 那肯定有相应的办法, 大婚之前, 抽空去一趟十万大山。 除此之外, 许其安还有两个想法。 一, 插花。 花神是不死术转世, 拥有神魔的灵运, 吞噬灵力没用, 那吸收花神灵运呢? 而且, 即使花神没有灵运, 道门的上古双修术本身的效果, 也要强于自身修炼。 他暗和阴阳交汇的大道。 二, 平息夜火。 洛玉衡渡劫成功, 晋级为陆地神仙, 但不代表没有夜火, 夜火灼身是人宗修行法门自带的弊端, 难以根除。 只不过踏入异品之后, 洛玉衡已经能凭借修为, 压制夜火。 夜火灼身对他来说, 不再有威胁。 身为道门的陆地神仙, 洛玉衡应该是世间最完美的双修对象。 许其安缓慢吐了口气, 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当前局势上。 巫神挣脱封印的时间不远了, 儒胜雕塑眉心的裂痕已经蔓延到嘴唇, 遍布整张脸, 这比南疆极渊里那尊儒胜雕塑要夸张。 嗯, 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, 抽空去见神书的时候, 还得去一趟极渊, 看看封印的松动程度。 他去靖山城收利息只是目的之一, 看一看巫神的状态也是迫在眉睫的事。 看完之后, 他就放弃了效仿魏冤, 召唤儒胜英魂修补封印的想法。 理由是, 一,儒胜刻刀和亚胜儒冠的力量消耗过大, 难以在短时间内承载儒胜英魂的力量。 坚政当初在青州几乎耗光了两件法器的力量, 等恢复了部分后, 召首又带着他们前往北境, 一打就是13天。 二, 召唤儒胜英魂的代价太大, 魏冤当初以二品之身召唤儒胜, 肉身崩溃, 付出了生死的代价。 他现在是一瓶武夫, 不是魏冤能比, 但肯定也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, 而巫神教还有一名大巫师, 一名语师, 两名灵慧师。 效仿魏冤的结果, 很可能是和魏冤一样, 死在靖山城。 两虎相争, 一死一伤, 西域就要笑开花了。 所以现在早点把修为推到半步武神层次, 才是重中之重, 为了中原黎民百姓, 木仪, 别怪者禽兽不如了。 许七安弹指熄灭蜡烛, 开门离去, 夜色沉沉, 屋檐下点着一盏盏红灯笼, 在清冷的春风中摇曳。 内院, 廊道等处, 寂寂无声, 没有人影。 许七安敲咪, 咪地靠向木楠芝的房间, 轻轻扣了两下门。 屋子里头静悄悄地, 无人硬打。 居然装睡, 许七安又扣了扣门。 木楠芝警惕的声音传来, 干嘛? 问得好, 你可真懂我。 许七安气机弹开门栓, 敲门而入, 屋内温度正好, 不冷不热, 空气中萦绕着熟悉的, 诱人的幽香。 这是花神觉醒灵运后, 独有的芬芳。 房间里漆黑一片, 但不影响许七安的视线。 床漫低垂, 紧踏上侧握着一道曼庙的曲线。 木楠枝树梅道, 深更半夜进长辈房间, 成河体筒, 快滚出去。 许七安冷笑一声, 木仪, 这怕你深夜寂寞, 特来是寝。